Hello大家好,这里是电影图不在家,我是王宇豪 今天和大家说说徐中所主演的犯罪悬疑片 自上演后一大批观众热议此电影 现在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部电影 电影幕后玩家故事其实非常简单 相信大部分观众应该都能在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才出幕后玩家是谁 影片讲述由光头徐中饰演作用数益财产的钟小年 在一次意外中遭人绑架 不得不在一位神秘人操控下完成一道道令人两难的选择题 在选择的过程中,钟小年落入陷阱 不仅巨额财产被盗取,濒临身败名利的边缘 还将由苏妍女神饰演的王立坤妻子 为此蒙前扯进一个个险境 为了洗脱罪名救回爱人 徐中在重重危机中与神秘人展开了一场 关乎生死和救赎的金钱游戏 影片中无处不在的钱 每一个保险柜里都有装着不可计数的财富和黑暗 当装着金条的门被打开那一刻 当20个亿这么大的数字特写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这么多的钱我们一辈子可都赚不到啊 穷逼表示很无奈 但是前最后也吞噬了所谓的人性 徐中和王立坤的爱情也在影片中显得既脆弱又坚硬 就如打王立坤的十年青春和付出 在徐中看来就是为了金钱 但是在生死面前 两人又不约而同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对方 在这种极端的境遇里反而遇见真心可贵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被感动了 或许徐中应该感谢这个幕后玩家的出现 即使幕后玩家不出现 按照徐中作死的节奏 他走在深渊边缘的报复之路翻船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吗 幕后玩家机关算尽 让徐中几乎失去了一切 但这些惨痛的代价让徐中深刻领悟到 他人生最可贵的是什么 片中有一幕 徐中以赎金为筹码与绑架者谈判 对方告知他的钱早已不一而非之后 还不忘缓刺他一句 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 成功人士是不是都像你这么可悲 而王立坤决定离开他的原因之一则是 他的眼中只剩下了钱 剩下的云章谁来吃呢 故事的最后也回归到感人的暖心路线 剧场以自我牺牲 挽救了自己和他的爱人 不知大家喜欢幕后玩家烧脑推理的电影剧情吗 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福尔摩斯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都想问你 这么多年 这原吞的味道 怎么都没变 嗯 可能是我没变呗 你 月儿 前头 兄弟